我是劉翁勳教練 那我目前在武蜂國中擔任拳擊教練 那我在教練的領域已經教了教導了八年時間 武蜂拳擊隊其實成立快要三年 其實我來到這邊是快要兩年的時間 我最期待的就是可以把拳擊運動在武蜂鄉這邊可以蓬勃發展 我是很希望說未來就是在國小端 或者是各武蜂的部落能夠把這拳擊運動去推廣出去 讓武蜂鄉的大大小小人都認識拳擊 然後知道拳擊這個真正的含義 希望說能夠透過這拳擊運動 帶給他們未來的生涯規劃是可以越來越好 是武蜂國中二年級的名字叫呂文靜 參加的項目是拳擊然後國女組第九輛級 我一開始會接觸拳擊是因為自己的父親 還有家人們的鼓勵 然後讓我參加拳擊隊 有時候會很累到想要放棄 在自己想要放棄的時候會鼓勵自己 然後或者是多跟隊友們聊聊 然後讓自己有動力再堅持下去 武蜂國中國二然後周星馳 參加的是拳擊然後國女組第三輛級 很開心的拿到銅牌 也是不敢相信自己第一次出來 就拿到第三名 謝謝教練然後還陪我一起訓練的夥伴 謝謝你們一直不斷的支持我鼓勵我 然後走到現在 我是武蜂國中的然後國二 然後名字叫呂文 然後參加的是拳擊國女組的 然後第五輛級 就是謝謝我的伙伴們還有教練 謝謝你們這麼鼓勵我比賽這樣子 下一次的比賽我一定會拿好成績 這次有一個金牌一個銅牌 還有第七名的這個成績 我是覺得不錯 那他們小孩子也喜歡 品格方面也沒有說因為這樣子 會造成他們的困擾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那當然新入縣政府他們也是 也是很關心這一塊 不管是經費的支持 或者是去比賽的一些挹注 我們都非常感謝 希望我們拳擊隊能夠 越來越蓬勃發展 孩子喜歡練拳 品格好 成為一個品德兼優 文武兼備的好學生 每一個品牌 特別我讓你蘇吧 現在不是按握